如果健保補助這麼少 你們有沒有想要倡議 因為現在真的我知道 健保現在限制越來越多對不對 其實因為我們也很兩難 就是說如果他倡議之後 然後他的經費還是沒辦法提高 然後如果讓醫院 就是每做一個手術 然後他就要賠一個 那他也沒有要做 然後就是你醫生的手術的收入不好 就是說你至少要reasonable 就是說他的合理 那以後也沒有人願意學小兒症 那倒霉的是誰就是病人 其實就以我的了解 像我有一次去日本開會 就是日本的醫學會 他們日本做一個小兒症的手術 只要一個耳朵就要40萬台幣 對 就一次喔 一次就要40萬台幣 你算兩次就要80萬台幣 所以台灣的這個給付是很低的 其實 確實喔 不過我現在很想請教 現在陳醫師真的是非常優秀 而且是台灣之光 可是台灣有幾個像陳醫師這樣子 你來說好了 其實因為這種 一來是小兒症的病人 他也算小重 對 那有沒有人肯這樣子 就是去為一個這樣的族群 很認真 很努力的在照顧 在幫忙 然後在持續的耕耘 然後以及就是說 這種手術的那種 手術非常精細 然後要很有毅力跟耐性 那是不是很多 有這樣的醫生願意投入 現在也是目前 可能陳醫師也碰到這樣的難題 因為他的病人的手術的量 已經要排到明年還是後年了 是喔 是 所以這個就是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的年輕醫生可能 他們覺得 你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要這樣蹲在那裡 一直在那邊做這個手術 可是他收入可能沒有說 你去做美容 然後收入那麼好 然後又不需要花 那麼多的心血跟時間 是不是有人願意這樣投入 陳醫師促你做 他可以很 就是非常精細的去做到很多的小細節 那是不是有這樣的醫生願意這樣 對啊 陳醫師 因為我知道很多的外科醫師 後來都短美容科醫師 因為很好賺嘛 可是你現在做的這個小耳症 其實也是在等於幫助他 重建他整個乳眼 可是這個手術跟我們在講的女性的美容 真的是差很多 那你蹲在這裡 其實一定要有任務 所以你有沒有帶更多的 像你的學弟這些醫生們 願意投入呢 謝謝主持 事實上我並沒有那麼偉大 那我們醫師的收入說不高 可是跟其他人比起來 已經是很好的 所以這點是不能抱怨 那我想 那我的旁邊的人就跟我講說 如果沒有人要跟你學 那一定是老師有問題 我們沒有給他們適當的啟發 甚至沒有給他們很好的機會 所以我們當然是能夠是盡量的 希望他們能夠參與 那我自己能夠努力的部分就是 我因為這個小耳症的手術 他的學習曲線太長了 要學多久 你學了一年 沒關係 你學了一年 你會做 但是你要看到病人的結果 你要看到兩年後 你才知道 原來我當時是這樣做的 那你兩年後 你才知道你的第一個錯誤 所以他的學習曲線有點長 所以我們就是要讓 這個的學習曲線再更短一點 甚至說找一些方式 一些訓練的模式 或者是任何一些植入的東西 可以取代這麼困難的手術 讓它變成一個比較容易入手 或者學習曲線能夠降低的 我可不可以再釐清 你剛剛講的那個學習曲線 就是說兩年後 他才能夠看到 為什麼 是因為它長好了是不是 還是 因為它長好了 因為我們肋骨是一個 代謝非常緩慢的東西 也許你一開始會覺得它是OK的 但是兩年後 時間的力量會讓你 原來我當初是 有個地方是不完整的 所以你必須非常的堅定 在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就是簡單講就是說 你不能有任何的妥協 我們還是會把這個 掛在心裡 當然難免會有偷懶的時候 所以現在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有多少個人 正在跟你學習 我們現在在跟我學習的 倒是國外的醫師比較多 真的喔 對 為什麼國內的醫師會比較少呢 我就說可能是 我們自己的關係吧 因為我們台灣的人口數 比較不是那麼多 這樣的小眾的病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 有那麼多醫師來服務 也不一定 或者是我們自己 可能需要在這個領域上去 創造出一些什麼樣的吸引力 讓大家能夠投入 不過我剛剛聽到說 陳醫師你已經排隊 排到明年的 就開刀都已經排到明年去 表示他量還是很多 只是醫生不夠 對可以這麼講 全世界共通的問題 這是共通問題 對 如果你去上海 北京 那個病人 過後就要排個星期了 對 不過剛剛提到 就是跟你學習的 反而是外國醫生比較多 那我就說好 菁英 你們既然在推這個 你們有沒有一個方案說 好 我們鼓勵更多的醫生來學 有沒有什麼樣的策略 難題對不對 這個問題我來回家 好 你來回家 這是說 也許我們是這個領域一個 好像是讓他往前進步了一下 但是我也可能是最大的阻力 怎麼說 因為可能其他人會覺得 他們並沒有機會 可以同時這個東西 大部分的患者 他們會選擇 他們認為最OK的那個意識 會把目光聚集在這裡 所以這個就是資源的分享 要怎麼做 確實是很難的事情 好 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PASSION 可能會選最好的醫生 對不對 可是您在做的時候 可能也有一些機會 會讓你的副手或者什麼 他們也上來 對不對 對 這是必要的 其實我覺得這是 也要有天分 對 因為其實 陳醫師他有陪 也有幾個醫生跟他學 可是後來就 放棄嗎 對 真的喔 有人就這樣放棄了 對 也不是 醫生的那種 他的天賦 還有個性都要加進去 對 對 所以 因為他也是那種 也是一個很專業的東西 不是說每個醫生他 都願意做這個 有個性大啦啦 沒有辦法做這麼精細的東西 真的 好 那 敏存你看到這樣子 就是說你在幫助的時候 你覺得現在 小兒症在協助當中 最需要克服的是什麼 最需要克服的 我覺得最需要克服 可能是有一些小朋友 他們可能在出生 剛開始的時候 會來醫院這邊求助 那時候得知的訊息是 可能等大一點才會來做 所以說這中間 他們就會覺得 還沒有必要性 所以可能他們就跟 可能不管是醫院 或者是我們基金會 都失去了聯繫 好可惜 那他們也沒有加入 你們的家長會 就是可能就斷了音訊 好可惜 所以這中間可能如果說 今天有一些醫療技術的 一個新發展 那可能他們就會錯失 這樣子一個訊息 好 最後我們還是 請金玉講一下 你們的願景 你們在幫助小兒症 因為我想已經幫助了 數百位了 那你們接下來的願景 是什麼 其實我們的願景 當然是希望說 那國內的這些小兒症的患者 跟家庭要得到最好的照顧 那我們也盡量都在 往這一條路上再邁進 那以及就是因為有這麼好的 醫療團隊的協助 其實就是說 現在知道要來 使用基金會的資源 的患者的人數 是比以前早期的時候 要來得多很多的 因為包括就是 我知道的像那個 醫療基金會那個執行長 是 他也是 昨孫他也是小兒症患者 可是他們都就沒有醫療 好 然後 至少他們現在在網路上 Google還會知道說 要來用基金會的資源 那我想我們還是會以說 怎麼樣讓這些患者 然後他在一個很好的環境裡面成長 然後他可以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 然後他在心理上也可以重建得很好 讓社會大眾可以接納他們 可以像一般的人一樣 都可以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這當然是基金會最大的一個願景 是 羅惠夫 蘆岩基金會 在台灣已經幫助了無數的孩子 不管是從純惡劣 一直到小兒症 那當然他們很希望 更多人能夠認識這個基金會 也能夠幫助更多的孩子 那我們也一起來支持 羅惠夫 蘆岩基金會 謝謝你的收看 謝謝你 謝謝你